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国际关系理论课 我们开始学习第九讲 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第二部分 理论假设 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 在第八讲我们讲过 沃尔兹假定在国际政治中存在一个国际体系结构 这个结构对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产生了主要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来描述和界定国际体系结构呢 沃尔兹认为 一般的体系结构都是有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来构成的 这些组成部分可以被称为单元 那么体系的结构就是这些单元 以及这些单元的逻辑关系构成的 也就是说单元与单元之间的构成规则 那么尽管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 但是我们非常熟悉国内政治的体系结构 由于两者都是政治体系结构 具有相通性 所以我们可以参照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构成原则 确定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原则 国内政治体系结构的构成原则 是一种等级体系的结构原则 我们可以这样进行描述 首先国内政治体系结构 包括一些组成部分 也就是单元 你比如说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省级部级负责人 第十级负责人等等 这就是它的组成部分 那么其次 国内政治体系结构的这些组成部分 也就是这些单元之间是按照特定的顺序规则建立起来的 组织起来的 比如说由高到低的等级秩序 第三 国内政治体系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单元之间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 你比如说最高层的国家元首 一般掌管国家的最高权力 有的还兼任三军总司令 各部级官员和省级官员 都有自己分管的行政事务 各如此类 总之是各不相同的 位置越高 职责范围越广 而且上级一般对下级具有管辖权 那么第四 那么国内政治体系结构 它的各个单元之间 具有能力上的一些差别 有的单元的能力大一些 有的单元的能力小一些 而且这种能力的大小 对国内政治体系结构具有明显的影响 如一个国家的国家元首 如外向型的内向型的 会对国家的政治风貌产生重要的影响 那么沃尔兹认为呢 我们可以参照 界定国内政治体系结构的这几个方面 来界定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确定 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组成单元 那么根据现实主义的一般假定 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单元主要是国家 国际组织一般不考虑在内 因为他们认为国家才是国际事件的主要驱动者 那么其次 要确定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中国家组织起来的原则 也可以按照国内政治体系结构的组织原则的几个方面来描述 那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各个单元 也就是国家 他们的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的秩序 沃尔兹认为呢 这个无政府秩序原则实际上就是国家之间在形式上是一律平等的 因为他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也没有等级的区别 也没有国家之间的这种管辖权和所属权 这个主权国家体系的特征 就是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 他们共处于一个无政府的体系中 那么这意味着国际体系内国家之间的排列原则是平等共处的 无政府体系 而不是等级秩序的 跟经济市场一样 国际体系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而形成的 单元行动的原则是自助 单元的行为动机 最低目标是保证自己的生存 跟经济市场一样 国际体系也是自发形成的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那么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第二个原则 构成国际政治结构的各个单元之间 也就是各个国家之间 它的功能分工原则 那么沃尔兹认为 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 国家是完全相同的 彼此之间是没有分工的 沃尔兹说呢 在国际政治体系内 各个国家的功能完全相同 相互之间没有明确的职能划分 吴政府提议下 国家具有主权的特点 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同党的关系 相互之间没有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职能分工 任何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 自主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的行为体 不管它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等其他要素有什么差别 但是国家的根本特征都是一样的 从功能上看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在吴政府体系中 国家是功能类似的行为体 第三个组成原则 国际政治体系结构的各个单元 国家他们的能力差异原则 这个原则是能力大小有区分 这一点与国内政治体系结构是一样的 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体系内 国家实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国际政治体系结构产生了重恶的影响 所以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对比 是国际体系结构的主要表现特征 也就是说 吴政府体系的组成单元 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 实现类似功能的能力上有差别 体系的结构 随着单元之间能力分配的变化而不同 能力虽然是单元的属性 但能力的差异 或者说实力的对比 是结构属性 沃尔兹将其称之为能力的分配 或者能力的配置 所谓能力的分配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权力的分配 是指国家之间的能力大小差距相关 也就是说彼此相比较有权力差距 这种差距对彼此的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体系中 由于无政府秩序是移成不变的 而国家的功能又是类似的 他们都是常量 唯一变化的量就是国家之间的能力分配 所以界定国际体系结构的原则 就只能够由国家之间的能力分配来确定 因此沃尔兹将国际体系结构定义为 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的能力分配 或者说权力分配 也就是说沃尔兹认为 在无政府体系下 在主权国家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 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 决定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形态和基本风貌 也决定了世界各国的群体行为表现 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 如果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际体系结构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国家的群体行为特征也会发生根本变化 所以权力分配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形态 和国家群体行为的关键要素 那么我们怎么样用沃尔兹界定的国际体系结构 来理解冷战时期国际体系的结构呢 根据沃尔兹的界定 国际体系结构是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 那么在冷战时期 是哪些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权力配置方式 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国际体系结构呢 根据现实主义的一般假定 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系是大国 那么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性大国 只有美国和苏联 那么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结构 就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权力分配结构 那么美国和苏联当时的权力分配结构是怎样的呢 总体来说冷战时期 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 美国和苏联的权力主要是核打击能力 从两国核打击和核毁灭的能力上看 两个国家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 这形成了一个核恐怖均衡 用规范的语言来表示 我们可以说 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 冷战期间国家的国际体系结构 基本上是美苏之间以核能力为基础的权力均衡结构 我们了解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说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这个结构对国家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也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对这个问题 结构现实主义的回答非常的简洁明确 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 简单的说就是结构决定行为 那么结构现实主义的这个假设 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一是国际体系结构 另一个是国家的行为 那么国际体系结构前面已经解释过了 那么我们看一看国家行为是指什么 国际行为是指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际行为表现 主要指它的总体行为特征 不包含对国家冻结的考虑 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方式 一方面是通过军事力量的对比 对相关国家产生意志和约束 结构约束越强 国家越表现为防御性 结构越弱 国家越表现为进攻性 另一方面 处于同一结构内的国家 也会不断地通过竞争和社会化 去行为的一致 所以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国家无论在国际体系层面上 具有什么样的实际行为表现 都是由当时的国际体系结构决定的 某个体系结构 可以决定国家普遍倾向和平 另一个体系结构 可以决定国家普遍喜欢战争 那么需要指出的是 沃尔兹的理论是彻底的体系理论 严格地探讨体系层面的原因 与体系层面的结果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主要解释 国家在体系层面的集体行为趋势 而不解释具体国家的某个具体行为 在沃尔兹看来 国家的具体行为是对外政策研究关系的内容 需要专门的政策理论来解释它 沃尔兹认为 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 对国家的行为选择 产生重要的集体影响 使得世界各国表现出相似的行为趋势 例如对某个国家而言 我们虽然不知道 它在哪个具体的时间和哪个具体的地点 有何具体表现 但我们一定知道 这个国家一定有与总体的权力分配结构 相依致的行为表现和趋势 如维持军事 尊重国家主权 合作解决问题等等 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沃尔兹的这个理论 分析一下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的行为表现呢 冷战期间 国际体系主要有两个大国 美国和苏联 当时国际体系的结构 主要是一种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权力均衡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对美苏两国都参生了巨大的结构压力 使得美国和苏联都倾向于维持军事和保持克制 美苏两国都历届与对方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冷战最终没有爆发成热战的重要原因 我们说过 沃尔兹的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的假设是需要进行检验的 那么沃尔兹是如何检验自己的理论假设的呢 沃尔兹通过对冷战两极结构的分析 考察了他的理论推论 间接的验证了自己的推论 下面我们对此做简单的介绍 首先沃尔兹通过对等级结构内行为体的行为特点 和无政府体系内行为体的行为特点 各有特色并明显不同的特征 证明了他的结构理论的第一个推论 如果体系结构的确决定国家行为的话 那么在等级体系结构和无政府体系结构中的 行为体的行为特征 必然各具特色而且明显不同 那么其次沃尔兹进一步通过实力分析 证明另一个推论 如果体系结构的确决定国家行为的话 那么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中 尽管国际主导观念和规范没有大的变化 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也会导致国家的国际行为 和结果的相应的明显的变化 那么最终沃尔兹的理论通过了自己的检验 为此沃尔兹还用自己的理论 对美苏两极结构进行了应用的分析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好的 我们第九角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